這個位置其實技術上已經有一個密集的頂部 也有一個下跌的梨頭 所以簡單來說整個6月份我就覺得 很好玩 大家好今天是6月5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圖表戰鬥員時間 今天的市場算是OK的 1060億 上過去接近312 縮下來 收到31093 最後期貨收到31063 稍後講講股市 先看看外圍吧 外圍昨晚美股也厲害 還是美股承接的升勢 再進一步上升 看看可不可以再上升 稍後再講 看看數據 剛剛4點半出了一個 英國出了一個Service PMI 比預期好的英國 歐羅 歐元區比預期差 153.8 今晚還有什麼數據呢? Long Manufacturing PMI 美國ISM PMI 57.9 預期比上次好的 預期看看它能夠出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用的 Job Openings 是沒有什麼用的 明天就推出 GDP第一季 又是沒有用的 現在是第幾季 還是Quarter One 沒有的 沒有用的 好了數據沒有特別的東西 今晚星期都是推出PMI 全部都是PMI來播 是的 今晚星期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數據 我們回去看看圖表 先看看黃金 黃金先拆掉它 這個免得影響大家 你看到現在的金 暫時來說 仍然都叫做頂住在下面的支援線上 你可以看到的 自從畫出來給大家看清楚 這條線從哪裡來的呢? 2016年12月12日 引伸過來 當時最低為1.122 做了一隻腳在12月11日 去年12月11日 那個星期最低1.236 引伸過來 今個星期現在咬住這條線 究竟穿不穿呢? 現在正在做1,294 我相信如果再壓下去 就會穿去1278 暫時來說金是偏遠的 偏遠的 它不太能上 昨天最高抽到上去 1,298 1,300元上不了 有一點點繼續向下走 只不過在現在叫頂住了 買就不行的 仍然都是不叫得住 穿上去可能會再跌深一點的 看清楚 如果再穿上去 即是再做多一次低落 去到1,290元 技術上是會繼續向下的 那麼黃金不要賣住 不要賣住 因為美元有一點反彈向上 看著眼睛 眼睛叫反覆 沒有什麼好看 眼睛繼續不看 看看一隻油 昨天的一隻油 穿穿了65元 最低做到64.58元 現在就站在65元 那麼可不可以再開上去呢? 暫時來說 我就會先建議觀望一下 你說是不是穿了要追蹤上去呢? 不應該這麼說 穿了追蹤下去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 那麼美金強 你可以帶一隻油走下去 不過那隻油在這裡 一定會做掙扎的 去到65元一定會做掙扎 你做短的 你用66元來做止蝕 給他1元就可以了 那麼看看他追蹤下去 那麼如果你說 不是的 我覺得那隻油會有機會在這裡頂住了 而做上去的 或者是有些數據 而令到油價會上去的 追蹤之前那個勢 那麻煩你 我們先上66元 那麼現在騎著在這裡 相對地在技術層面上面 我們要做順勢 就是繼續向下沉的 你看到他上到65.32元 都不能上去 很難去駁他 先上66元吧 再開支羊竹就可以上去 否則的話偏淡 那麼可能是因為那個美金太強了 為什麼我會講那個美金呢 跟大家去看看 昨天我有跟大家講過的 那個美金未必是一口氣走下去的 我認為這個美金未必可以走下去的 那麼建議大家在93.69 93.69 即是在上星期的低位嘗試去長 那麼去93.5來做stop 現在暫時仍然都保持著 在這條20日移動平均 雖然有少少壓下去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看 可不可以上回去 那麼上個星期 我就認為太快跌下去 這幅圖就不太像 反而如果守得住93.5 是只有93.5的了 看看守不守得 那麼要咬腰上去 最理想當然 站在94.2樓上 就會向上做回 那麼現在輕微叫偏遠的 那麼看清楚 93.5是否穿 穿到就麻煩了 穿到二十天就會做一個比較大的recover 那麼 那麼現在的美金就是這樣看法的 反覆一下 在這裡 現在還是在94.2到93.5 在這個range裡面反覆上落 穿93.5 整個美金會開始drop多一點的 那麼就開始要計算rechacement了 它就會真正去做一個回套 現在先觀望一下 那麼當然我最理想的 不如向上做吧 上穿94.2樓我們繼續向上做好它 那麼看看其他currence好嗎 先看看euro 那個美金呢 那個美金呢 我們咦? 又是這樣 我明明昨天save了 為什麼沒有save到呢 那麼 那個美金呢 叫做反覆 那麼現在的euro 叫做跌了上來 但是昨天都縮得多 最高做117.44 現在站在117.11 那麼可能是一些數據影響著 看看今晚的數據 暫時來說呢 如果獨立來看 我們去做一個euro短倉 那麼我不太建議的 不太建議做euro短倉 反而呢 我寧願它走回到116.60 做回今個星期的低位 下回到下面 那麼我可以follow短 暫時來說呢 它有一點點仍在做反彈 就是那個美金呢 仍然都在壓下去 看看它可不可以進一步上升 如果它再推上去呢 那麼我們就要看這條20天線 20天線呢 大概是117.54 上了上面呢 它就確認了低位就出現了 那就開始再上高一些 那麼現在是一個比較上 是要觀察的時間 究竟它可不可以開到在上面 還可以上去 好了 PMI做得好 那麼英鎊會是怎樣呢 剛才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英鎊都叫做反覆的 咦 怎麼是這樣的 好了 你看到英鎊 那麼現在站在13367 咦13367就開得很厲害了 它都相對地爬得好 那麼看到的 因為價格不好 可能剛才做錯價 那麼叫做 咦 是不是真的做到很高 那個英鎊 現在的英鎊 現在的英鎊 13369 幅圖有一點錯 我們只是看周線 你看到周線 你看到它做得好 有一點點爬腰 上星期看到的低位叫做反彈 看看可不可以反彈有多高 暫時來說 因為剛才4.5%的PMI 應該是令到它刺激了向上 去到13370 現在正在做 看看可不可以進一步上升 美金跌下去 我猜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剛才我出來的時候 那個美金都不是弱到這樣的 仍然都叫保持著的 看看Dollar Yen 我們看到Dollar Yen 暫時來講 衝了上去最高1.110 又是回落下來 似乎開始叫橫行 去到橫行的階段 去看看三寶 澳紐加三寶 先看看Dollar Can Dollar Can 現在正在做1.29320左右 有一點點墜落下去 上面那位 13050 鐵的 鐵一般的位置 這是阻力 就是很久以前引伸過來的 你看到整條下降軌 下降通道 它要上破才可以再上升 暫時來看 我看Dollar Can 會有機會墜落下去 看看是否會追蹤那個勢 看看澳紐 今早澳洲央行就以色 unchange 對於澳洲是沒有特別的 昨天抽得厲害 上到7666 輕微叫回調 現在正在做7666 看看可不可以站得住 反覆做好 那你說是否可以突破 咬回腰 再進一步向上 看看周線 我們看到周線 上面的位置不足夠 那你說設定也好 觀望也好 都可以的 那我們跟著去看看紐西蘭 好嗎 暫時的紐西蘭 都仍然叫做爆了上去 正在做7043 非常之好 是因為美元下了去 我們早前是一個低位 應該是可以做到上來的 有的繼續好 看看可不可以再推高一些 澳紐加和大家說了 Currence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英鎊現在叫上來 看看 都沒有特別的 是Ulo 沽了Ulo買榜 是因為 跟大家去看Ulo 好嗎 好 Ulo的確 剛剛出了PMI 令到沽了Ulo買榜 那你說大小是怎樣 Ulo暫時是反覆還行的 可能一陣陣 那一陣陣 Ulo 到榜上完之後 Ulo就會重新拆下來 到Ulo收藏後 英鎊就會長一些 Ulo的榜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不如跟大家看看 美國股 我們再看 開始 美國股 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之厲害 你看到 NDX 即是納指 NQ 我們去做交易NQ 現在技術上做到7162 他有機會7188 7188是什麽?3月11日的頂 其實兩個星期前 你見到蠟紙已經在抽上去 連續兩個星期都繼續上 我們是不能擋的 他爬上來就完全靚仔 在技術面上我們是不孤得的 看下一步7188做完這個頂之後 究竟他應該怎樣走? 暫時來說仍然保持著一個強勢 我再看看Dow Dow是怎樣的呢? 現在的Dow叫做 我們叫做YM 我們正在做那個 Dow Jones Future 叫做YM 暫時來說是跌起了 但是今天星期可否進一步向上呢? 當然有很多位置阻力 24840 然後再上一個250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是要上穿25000 上穿25000可以開花好一點 暫時來說也算是做法好的 也算是做法好的 也算是漂亮的 也算是OK的 勉強也算是OK的 但是它也算是對比三隻來講 S&P Future Dow Jones Future 以及納指 它YM叫做Dow Jones 叫做弱點 你說S&P強不強? S&P當然強了 我破了2741之後 我想偷一點點而已 我昨天想低一點買都買不到 2733昨天最低 我打算30以下補一步 也不給它 其實昨晚不太動 S&P叫做站住了在這裏 現在看走勢2747 準備是進一步向上的 看看它可不可以再推高一點 暫時來說 S&P表現也是理想的 我們看到整個美股 暫時來說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Donald Trump的Trump的Trump 下個星期就會 Donald Trump和金仔見面 有FOMC意識 有意大利 西班牙 很多問題 但是Dow現在 因為上個星期做了一個 非常英俊的浪犯payroll 數據非常好 市場正在炒美國的經濟 完全是不太擔心加息這個問題 經濟好的股市自然向上 好了 期貨就跟大家說了 大家如果關注資商所的微信公眾號 就可以拍張照片 你掃描一下QR Code 看看裡面有些甚麼 很多交易心得和研究報告 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我們回來看看港股 今天港股是發生甚麼事呢 成交1060億 整體上都算漂亮的 不過這幅圖還未滑滑 給大家看 今天做了個頂 差不多去到312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我下午做的 我自己 先去買個廣告 大家去看YouTube 有個密室戰鬥員 自己搜尋一下密室戰鬥員 就是我自己去做的 每一天下午都會有個節目 我下午今天所說 暫時我們看到312 為甚麼有這樣的原因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恆新指數目前來說 上面是有條阻力線 而這條阻力線是從 2018年1月29日這個高位 引伸過來的 如果破了這條線 我們才可以有下一步 現在的阻力位仍然存在 看看能否爆到 上面還有位置 還在319 破了上去 我們繼續追蹤上 不要看得太淡 除非它轉身 我也有說過 市場會出現一些轉身的動作 給你看 例如這裡會轉身 這些會轉下來的 做了高位會轉下來的 所以不用心急 它爆上去 它不轉下來 我們不顧它 暫時仍然保持著一個上升的勢頭 至於阿爺怎樣呢 今天阿爺叫做強勁 做得好 你看看 今天阿爺完全感受到 那天在5月29日 這天就是意大利債券的問題 債息問題 令到美股跌了下去 港股也算是跳距離 港股這一天 5月30日下跌到29,960多點 現在這一天 你看到阿爺也跌到3041 跳下去之後 我現在感受到跌 那天的跌位大約在3120 閉上 3112低位 今天也上回3114 都可以叫做 但是你說大勢上面 對於阿爺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的圖 其實都是WINGT 看看它什麼時候走完 10個月還差一點 看看什麼時候走完 這個WINGT 還是這個WINGT 我可能說三個月 都還在這個WINGT 那我就沒話說了 市場就是這樣 OK 現在的阿爺 我們看到的 是一個鎖住在WINGT 是不是九月也是這樣 希望不要 看看角子 我們看到角子也上去了 今個星期跳距離上去了 今天也算是保持住的 升勢也算是OK 最高做到12294 那你說上123 你說整個州市 我們還想它推高一點點 恆辛指數上了20V 它還沒上 20V大概是在12356 最理想是先爬上去 不要站在這裡 還沒足夠的 它要走多一點 走多一點會亮麗一點的 那是不是因為內銀股 有些走得弱 而令到它跌了下來 上不去呢 我不排除 不是說不排除 事實現在是 看看希望可以再爆上去 那就是下一步 會不會是內銀股呢 我不清楚 一會兒去看看圖 但是現在知道的 還未足夠 角子我需要它再上一點 那好吧 去回答一下大家的股票問題 先開一些圖給大家看看 好了 剛才看到了 那個就是700 700暫時來說 今天也算是比得好 上去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去到419.9 420元這些位置 先看看 我可以看清楚 因為這幅圖不是太準確 700收在419.8 420元 叫做保持在高位置 在技術走勢上 仍然有機會高一點 想高一點 就是大概在425.8 即是早前 在4月11日的高位 看看它可不可以跌上去 看周線圖 仍然都叫做保持20周 不過我們如果它再爆 我們就要看 可不可以站上425.8 加上425.8 站穩 我們可以繼續向上 現在它還在掙扎 你說是不是反彈 可能判斷為一個反彈 或者是一個 Wing 櫥裡面的高位 正在上去Wing 櫥頂 那是不是可以破Wing 櫥頂上去 要看425.8 要看這條線 到時看看吧 但是它的勢還還可以的 好 回答問題好嗎 好 2018 咦 這麼巧的 剛剛有2018 你看到2018 今天算是上了一些 但是我們看看周線 它還鎖住在10周 以及在200周 10周 121.19 現在正在做120.07 看看它有沒有力推穿122 那麼上星期和前星期最高都是122 上星期最高120.7 前的星期最高122.2 努力一點 讓它努力一點 再推高一點 那麼破122 我們就去看126.3 就是現在這樣的看法 OK 好差不是 OK的 可以接受的 但是要出力 那麼Felix 你怎樣 新秀麗在低位 被人追擊完之後 跌了兩棍 你看到它彈上去 10天線在31.8 看看可不可以再進一步上升 暫時來說 我們認為它是反彈 那麼看看它可不可以再做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反 因為這兩棍真的強勁 如果再反彈高一點 最掙扎的位 大概在33.6 看看去到這個位 可不可以上回去 現在你說短線 可能回一回 然後還會反彈 因為反彈的位 還有機會可以上高一點 那麼我們看看1093 因為1093 仍然是咬住 仍然是咬住 25.75 咬住了10天線 10天線在24.7 仍然保持著一支揚足強勢 昨天升 今天也是升 那麼繼續拿著它 不到10天線 不要趕你走 不是很差 又是慢慢上去的 沒有特別的東西 就繼續拿 1336 那麼這棍也算是做得好的 最高做37.7 那麼 站穩在36.8 我們還可以算是看高一點 但是只是周線而已 都算是好了 過去三個星期都是下跌的 那麼現在開了35.35 正在上去做37元 仍然都保持著 看它的日線 就算都還可以向上望 看看它還有多少 再給它 你說在低位反彈 再高一點可以嗎 看勢可能會可以的 應該還有一點的 那麼一步步走 你看到1030 哇厲害 想穿7元 你會看到其實自從在4月份 這裡最高 4月份最高當時做過7.23元 7.27元 那麼去到3月19日 最高做到7.63元 現在做到7.43元 技術上面你不可以說它差 它一級級上去 慢慢上去 那麼 那麼最重要的關口就是7.33元 看看它可不可以破到 再開一棍羊竹又上去 不是太差 不是太差 做得不錯 不錯的 看它的走勢也不錯 繼續拿著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上升 我們看看386 中國石油化工 你看到其實在周線上 今天就不太夠力 那麼早前跟大家說過 它上面也有一點點卡住了 你看到昨天做了上去 今天縮下來 20天線叫頂住了 不過還沒夠力 似乎是橫行的機會大 似乎是橫行的機會大 它又不似 不似立即上去 好了 這隻比亞迪是Dennis 不是Dennis 不是比亞迪電子的 你看到比亞迪電子爆了上去 最高做13.3 看看周線 你看到也是反彈 咬腰上 站住了在100team moving average 100week 壓住了 仍然在13.4 再上高一點 再上高一點會好 今天的勢勢也算是好的 最重要的那個位置 大概是13.58 還沒到的 下一步就是13.58 看看我們可否再推一格上去 現在算是漂亮的 現在算是可以的 暫時來說我們算是可以的 2382如何呢?2382 保持著勢 也是咬住在10天線 其他不是太差的 10天線155.93 日線上也算是好的 是周線不夠力 推多一步 上去161.7 上去162 其實是斷斷繼續上 如果周線再推上去就會好 其實它不是很差的 在日線上不是很差 只不過我們認為它升得少 力度不夠 想它再走遠一點 11點 11點現在暫時來說 今天算是站穩的 看看周線 其實周線做得漂亮的 跌了三個星期 咬住10個week 今個星期最低194.1 Exactly 仍然都在10個week頂住 看看可否再開上去 你說長看遠一點 可否再上去呢 現在看這個勢 還有一枝羊竹出來 還會有機會繼續上 未是馬上跌 未是馬上跌 看看2388夠不夠力 2388還要破40元 四十塊零一毫半 上面有一個阻力位 我們需要它推高一點點 暫時叫反覆 反覆靠穩 但不夠11點 我看到不夠11點 看看308好嗎 中國重器 中國重器 今天這個星期 看看 今天做了高位12.34 縮回到11.98 其實在日線上 我們可以看到它一般 在日線上看到一般 看看明天開成怎樣 日線算不太好 因為縮得太多 足心不夠 但周線也不錯 證明了一件事 前個星期是12.22 上個星期是12.22 今個星期是12.34 上面重頂 不是重器 是上面重頂 我們回到Facebook 中海物業2669 保持著縮 周線也行得漂亮 看一步步向上 仍然都要拿著 你可以拿著的 不用擔心 可以拿著的 好了 Christina 2822點 沒有叫你買 是不是逃跑了呢 還未逃跑 你看到仍然在50天 moving average 仍然還逃跑了 你看到在5月14日 5月15日 5月21日 都是維持著 你要升 不是不行 先破了 破了頂就繼續去 你要破了50天 15.1日一線八 站到15.2 聰明 再繼續上 否則的話 它可以做這些 可以碰完 明天又下降 碰了又下降 未是可以確認的 未是完全可以確認的 你看到它是否出現 一個叫做反彈 恆生指數去到31200 是否可以再上去呢 不是 阿爺補了 是否還可以上去呢 現在是反彈的尾聲 再走一棍上去就爆 OK 你看看 港交所是怎樣的 港交所真的沒什麼好看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它其實是反覆受壓的 你今天叫做上去259 又縮下來258收市 其實我們看到 就算是周線圖 人家跌了三個星期 也算是站好 但是你跌了三個星期 現在 今個星期開255.6 站在258 你說是否好 又不是 看著日線 我們看到日線仍然是受壓著 這樣還未能爆得起 除非你上回260元 這樣就可能可以 好了 角壽 角壽是怎樣的 很久都沒被人問過 你有兩手怎樣的角壽 現在暫時的頂部 是在 100天 moving average 23.2 叫做cap住了 看著周線 周線還未能 還要它再爆高一點 站在那裡 觀望一下 看看它還可不可以去 現在就 你說兩手35元買的 35元其實你一早應該設定止蝕 那現在 既然你都捱過了這些 那就多坐一會 勢可能會彎上去 捱了那麼多 沒理由叫你現在走的 現在正在彈上去 看看它可不可以再站回 最重要是必須要站回22.7樓上 站到22.7樓上 我們一級一級向上看 但是現在 在策略上 就沒理由應該走的 策略上你應該要再設置一次止蝕 你就要走的 如果它再穿21元 整個勢再穿21元 那就迫著要拿著它 現在 先收息吧 既然坐了那麼久 看看 183合景泰富 今天也算是走得好 繼續保持 看看會不會再去到5月18日的高位 在12.5 繼續努力 178 怎樣 178 三三國際 哇 繼續 10天20天4 仍然都保持著在上升軌上面 曾經一度跌了三棍下來 一棍爆了 仍然都算是好的 看周線 你看到帥哥 碰了10個月 你看到10個月多麼重要 最低做到4.93 就禮首一棍抽上去 現在保持著升勢 在上升的走勢上 仍然都算是好的 仍然都算是好的 606中國糧油控股 爆了兩棍 今天其實 為何今天不太追蹤呢 看看明天 短時間內一定要上穿361 這樣才可以再做得好 要觀望 如果它不上就不行了 175 怎樣 175 暫時來說 都沒有什麼力向上 我們需要爆這隻腳 這個頂 5月14日的頂 24.4 甚至乎 我們看看周線 跟大家去看看周線 仍然都是 按住在這裡 仍然都按住在這裡 在周線上 我們可以看到它出現反彈 但是我們不可以看到 它出現一個顯著的上升 必須要再上高一點 現在還未足夠 現在只可以說是反彈 我們需要它上高一點 1929 Truisa 1929 日線做得一般 周大幅做了頂之後 11.5 為甚麼縮得那麼差 出現了倒轉隨頭 看看明天能否站穩 如果明天再跌穿11元 應該要避一避 應該要在低位再買 我們不可以完全確認 因為圖表上會有一些盲點 明天不穿11元 都還可以 可能明天一枝大棍上了 不清楚 但是在現在來說 在走勢 收了市之後 看到這幅圖今天做得一般 祈福生活服務 不懂得回答 1元這些圖 爆了一棍上去 你看看它還有沒有開 這些不懂得回答你了 對不起 沒有辦法 圖表上就是顯示到這樣的 信義剛學 信義剛能 9.6.8跌了下去 你說可否咬腰還未上 它要給力度才再上 OK 最後看看27元 銀河娛樂 你看到進一步下跌 不要買 你看到走勢仍然非常差 看樣子上星期下跌 今星期追蹤 看走勢有機會再壓深一點 比低一點才買 不要買 OK 差不多了 時間夠了 以上股票我沒有持有的 多謝大家 拜拜